去年卷入私生活争议的演员金轩虎近况被攻 据韩媒报道 金轩虎今年拒绝了电影《悲伤热带》 外所有的行程 包括新影视作品 新广告代言与约 讨论举办的海外粉丝见面会也不办了 计划过只集中于电影的一年 Photo from Top Stars据韩媒Star一独家报道 金轩身边人士透露 除了目前正在拍摄的电影《悲伤热带》之外 他不会参加其他演艺活动 据悉 除了《悲热带》之外 其他新收到的作品提案均被拒绝 Photo from 广业界的动向也是如此 金轩虎方面不仅郑重地 绝了新广告提议 还拒绝了目前他代言的品牌 另外 海外粉丝见面会也全部谢绝 对于今年天以后慢慢展开海外粉丝见面会的提议 他也今年决定只集中于电影为由拒绝了 Photo from Never 金轩虎去遭前女友爆料劝又堕胎而陷入私生活争议 演事业大受打击 原本预定主演的三部电影全都汤 不过在地设揭发金轩虎前女友的不实指控之 舆论风向也开始改变 即金轩虎代言广告陆续起之后 原本下车的电影《悲伤热带》也宣布金轩将继续出演 Photo from Never 金轩虎的荧幕处女作《悲伤热带》由世界魔女之名导演朴勋正指导 该片于去年12月 鸡电影制作方虽然本来想着寻找别的演员 考推迟到明年拍摄 但是租拍摄场地 重新签约工人员会导致重大损失 除了金轩虎 其他演员名拍摄日程也对不上 综合考虑 最终决定金轩虎是按原计划出演 按原定计划拍摄及制作 Photo from Never 悲伤 待确定由金轩虎 新人江泰柱 高雅罗 金刚鱼主 剧情描述一名拥有韩国籍父亲与菲律宾籍母的少年 江泰柱是 他梦想成为拳击手 并为了寻抛弃自己的父亲而回到韩国 过程中却遇到了 为贵公子坏家伙 金轩虎是 因此发生了一连串 故的电影 Photo from Never 另一方面 虽然金轩虎因斯生活争议断了正式活动 但依然保持着超高的人气 去年 2021 Triple A颁奖典礼中高票得下了Rate人气奖男演员部门和U Idol Live 气奖 获得了二冠王 还登上了韩国盖洛普发表的2021 闪耀今年的演员第一名 立刻来follow我们的Instagram Kdaily